我们现在来到圣阿尔伯塔的一个战道公园 看这旁边都是牧草 今年特别干旱 然后碧溪省就着火了 你看那个天雾蒙蒙的 反正今天有点阴天 今天的那个污染特别严重 但是老卡休息我们也出来了 出来溜达溜达 这个就是圣阿尔伯塔的战道公园 你看以前这里边的芦苇都特别黄 现在绿了 芦苇荡 这前面有个战道 今天这是雾蒙的天气 这是一个湿地吧 是一个省公园 就是阿尔伯塔的省属公园 因为这个是一个湿地 就有一些鸟啊什么的 各地生存的 现在这个尾子长得都挺高的了 这是一个战道 应该一直走到那头 我往大家往那头看 也是一个让老人孩子 大家活动的一个地方 就是跑跑步 现在看上去 今天天也不算好嘛 就是有点烟尘 其实碧溪里在那儿还有点距离呢 但是都能闻到有一种山火的那种糊味 走走看看吧 这个其实这你看这是它写的是 生物是很多的 有蛟狼 有小老鼠 鸭子什么的 鱼类的青蛙 我们是一年来过两三次吧 偶尔走一走 离咱家其实不算太远 十公里就到了 但是这就是出世了 它不属于埃德蒙顿市 它属于一个叫圣阿尔伯塔 圣阿尔伯塔是一个小城市 实际就是在埃德蒙顿的北边偏西一点 但是实际我认为 山派环境是确实不错 但是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这水今年特别旱嘛 好看感觉这已经是干了 但那肯定还是湿地嘛 那就是 我们来的时候里面都是黄色的 对我记得在这里 还看到过鸭子什么的 你看看对啊 今年就是特别旱嘛 走吧往前走吧 昨天晚上下雨了 看上这还下的挺大的 今天就没上班 本来计划也是今天早上7点上班 昨天工作了14个半小时 六点半开始上班 大概九点快九点了 我才回到家 我还是说今天继续干 六点多时候来电话 说今天不干了休息了 那天就是我干活的时候 都看到这个大鸟了 青蛙 青蛙 我哥这还真没看到过几次青蛙 看到过 还有蛇呢 小孩跟小孩上课行 我没啥兴趣 来你一看 咱那就是那种黑鸟特别多 翅膀上带个小红球 会叫唬 挺厉害的 唱歌跳唱唱 还欺负那什么呢 水里那个像鸭子啥的 直接俯冲去叼人家呢 我看到了 因为对啊 我干活经常看这些 鸭子 嗯 什么东西啊 看不清 你试一下小老鼠 小老鼠能飘到水上吧 应该可能是不real 嗯 他那不应该呀 他那个飘不到水上 他还是 他那不就是草根了 他肯定还是站在地上 我想吃烤鸭 哎呀靠鸭呀 我的靠鸭 这俩一对 这是午睡呀 哎呀我也得回家睡觉 看他们我都困了 这鸭子太齐了 但是 他们在水上那儿趴着睡觉呢 这鸭子肯定是第三者呀 啊 要插足啊 不是他们就在这上 趴着去 五年号 啊 没有啊 就趴着睡觉呢 还有什么呢 那他就在水上趴着呢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那水上飘 那水上飘 多多啊 你看 那是鹅了 加拿大鹅 你看这个底下全是 那是鸭子 是鸭子 是鸭子 对 那小胆多点 不是刚才我看好像是加拿鹅呀 这鹅的翅膀是绿的 暖的 这儿多 这儿全是 谁明白 这叫什么鸭 这叫什么鸭 干啥你要编个绳子啊 编绳子啊 编绳子不就拿着玩 好像是它撸出来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纤维完蛋再编绳子 对 但是你得是经过豹 把这个纤维提取出来 看看这一大队 这一队可够个了 这有二台十个吧 还走S型呢 没人打你们 你看 哎你看走S型 哎是 这么手距离吗 这群小鸭子还分堆了 还真是表演呢 现在又转成圈了 刚才一次对行 走S型 现在呢 在这就是抱两圈了 这是什么节目 我们沿着湖边走过来 这里边就是一个儿童游乐场 看看 这玩意挺挺难 这儿童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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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盘 真的不行了 还真上不去 这儿童游乐场 这儿童游乐场 我认为是大人的吧 那儿童游乐场 这儿童游乐场 对国人感到很好奇